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尚服 赵尚服 你来了 来得正好 我刚给于尚仪做好了衣服 准备找人送过去 放在屋里 自便 赵尚服 什么事还让你亲自出马 这些事情 不都应该是宫女做的吗 皇上要宫中的画室显魁 为皇后娘娘 画一幅五彩祥云图 所以叫人来找我们 给她配点颜料 她门路倒是真多啊 宫中最好的颜料呢 就属尚服局了 也知道最懂颜料的 就是赵尚服您了 别耍嘴皮子 显亏要为皇上画画 我才勉为齐男帮忙的 你有醉滑舌的 是不是有什么麻烦事找我 不敢不敢 您这么忙 我哪敢麻烦您呢 行了 知道就好了 去去去 你边去 别在这儿碍事 这些是最上乘的颜料 都是宫里头百里挑衣的 这个 这个就是水石青吧 你倒挺识货的 你怎么知道 这天竺国的水石青呢 赵尚服见笑了 之前安乐公主呢 曾经学习过丹青 我跟着公主 也需要倒点披毛 皇上要画的是五彩祥云 当然需要一些鲜艳的色料 才能显示出云彩的斑斓 无论任何一种颜色 只要加进去水石青 都会在夜晚发光 任何一个画师 都一定会用到它 这么神奇啊 我只知道 水石青是天竺国的上家色料 没想到还真这么神奇 当然了 要不是这么珍贵的东西 用得找我亲自动手吗 好了好了 我要把这些东西 送去给显魁了 那我进去拿衣服了 去吧 就是这幅吧 对啊 显魁的画工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太美了 只见运笔笔走龙蛇一条线 悬笔五彩祥云仙界线 收笔画龙点睛何惧飞呀 女儿啊 那你 你说这儿为什么会闪闪发光呢 那是因为加了一些从天竺国来的色料 水石青 所以就会闪闪发光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哎呀 果儿啊 看来你对丹青作画 也是很有研究的呀 我刚嫁给五重训的时候 整天闲着没事 刚好听说有一位天竺画师 笔法盖世无双 所以我就请他来教我作画了 哦 好啊 那你一定要给母后好好地画一幅 等到母后大日子到来时 我一定会为母后作画的 那你就该准备了 这一天快到了 好 你们俩要好好地在这守着 不能出事啊 是 哎呀 什么 五彩祥云突然变成血色了 此事还在调查中 只是 显魁画师已经为罪自尽了 踏到死得快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怎么了 女儿 母后要为女儿做主啊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就是刚才那群死奴才 说女儿是招风惹雨 说女儿是丧门心 所以五彩祥云上的祥云 才会变成血色的了 够奴才又在散布谣言 一次一次地制造谣言 本宫忍无可忍 伺候安乐公主的 那两个宫女是哪个局的 回娘娘是上宫局的 奴婢供应皇后娘娘 免了谢皇后娘娘 负责看守五彩祥云图的 两个宫女在哪 奴婢在 来人 斩了 是 老奴敢问皇后娘娘 为何要杀了他们 他们俩 不光是 看守五彩祥云图不利 而且还散布谣言 妖言惑众 毁坏公主的清誉 娘娘明见 奴婢是冤枉的 奴婢没有谣言惑众啊 娘娘 是啊皇后娘娘 奴婢没有说公主的坏话 谣言 都是由你们俩而起 斩你们 是为了以正视听 柴尚公 你不会不明白吧 老奴怎会不明白呢 奴婢的命 只要是为了主子的 哪怕是一句闲话说错了 也是要丢命的 明白就好 老奴在宫里 五十多个年头了 是看着王皇后 萧淑妃的起落 也看着武才人 变成了武皇后 但最终还不是一旁黄土 现在 老奴也正看着皇后娘娘 您的一切 我们这些当宫女的 虽说是衣食无用 却也变化无常 有可能 今朝趾高气阳 而他日就仰人鼻息 就如同这树上的蝉一般 下生秋死 皇后娘娘 俗话说得好 人情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柴尚公 如果皇后娘娘 一定要怪罪的话 那就怪老奴好了 看来 唯有老奴一死 才能答谢 皇后娘娘的龙恩 山公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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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山公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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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奴参见皇上 皇后娘娘 柴尚公 你受伤了 免了吧 周公公 此座 遵致 谢皇上 皇后娘娘恩典 太医 太医怎么说的 回皇上 太医说老奴还能多伺候皇上一段时间 柴尔 柴尚公 本宫没记错的话 你是五岁就进宫了 是 这屈指算来 我进宫也快有五十多年了 那这么多年来你有没有好好地休息过呀 上公里的大事小事都要老奴来处理 所以不曾想过休息 除非是老奴得了重病 例如长安二年 我得了 柴尚公 那要是这样的话 让人知道了 岂不是献皇上于不义呀 皇后何出此言 柴尚公 你的姐姐是几位先皇的乳娘 先皇曾经有话 说姓柴的有功于我们皇家 所以就让你当了尚公 先皇的本意 是让你有份幽差可以拿取俸禄 可现在你还在宫里干活 这样一来 先皇泉下有之 岂不是要怪罪皇上 没好好照顾你呀 皇上 臣妾说得对吗 此话在理 本宫的意思是 为了皇上 也为了你 你还是早日告老还乡吧 回皇后娘娘 先帝的在天之灵 定会知道老奴一直留在宫里 是老奴自己的意愿 与皇上无关 定不会怪罪皇上的 本宫很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坚持留在宫中呢 是觉得这宫里 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呢 还是另有引钟啊 不妨直言 老奴没有半点引钟 我只是想 多伺候皇上几年 不负皇上 对老奴的一片恩情 不过 皇后娘娘说的也有道理 老奴也不应该总留在这儿 爱手爱脚 请放心 我会为皇上选一个 合适的人做上宫 继续伺候皇上 和皇后娘娘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人选嘛 皇上和本宫自会决定的 回禀皇后娘娘 选继任人 是现任上宫的职责 老奴不敢失职 还望皇后娘娘明白 规矩是人定的 但是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就改变 岂不是圆不成圆 方不成方 如果从娘娘这儿 乱了规矩 静候 如何服众 好 那人 就由你来定 只是 你早日退下就好了 老奴知道 你知道柴上宫 要告老还乡吗 奴婢知道 那你愿意不愿意 取代她的位置 公主 你让我当上宫 这是母后的意思 怎么样 谢皇后娘娘恩典 谢公主恩典 奴婢当然愿意 只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会有这个机会 起来吧 如果你当了上宫 可一定不能辜负 母后对你的希望啊 奴婢一定会报答 娘娘还有公主的提携 你可要记住你所说的话 奴婢片刻不敢忘记 公主 奴婢可否问公主一个问题 问吧 山宫大人向来自命大公无私 而且自逝承蒙先皇圣宠 宫里任何人都不敢不买他的账 就连皇上也怕他三分 为什么这次由我来继任呢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 柴上宫还没决定 谁来继承他的位置 母后也只能 帮你取得他的信任 原来是这样 你没有把握吗 有了公主还有娘娘的提携 我当然有把握 母后要你当这个上宫 是有她的原因的 最近宫中很多谣言 都出自那些见闭的罪 六局女官 又以柴上宫年高得上 实望所归 所以 上宫局亦引然成为六局之首 所以 皇后娘娘要奴婢当上上宫之后 好好地管束他们 尤其是他们的嘴 对吗 你果然是聪明 所以 无论如何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你一定要得到上宫这个位置 不要让母后失望 奴婢一定不会让公主 还有娘娘失望的 奴婢孟凡 叩见郡王爷 这次要你暗中 把紫红天添加到水石青林 十五彩香云图变色 才打乱了安乐公主的如意算板 杀了皇后的七眼 实在是辛苦你 让你冒险了 既然当初我愿意跟你同坐一条船 现在不管做什么 我都无冤无悔 只可惜 连累了柴上宫 我也没有想到 皇后竟然会 迁怒于上宫局 硬是把柴上宫给拉了下来 让她做了替罪羊 皇后要的不是提罪羊 而是上宫之位 她是知道 宫女们之间互有往来 消息灵通 她是想把各宫的宫女们 变成她的耳目 所以皇后娘娘 才会这么看重 这个上宫的位置 照你所说 如果这次让皇后如愿所长 恐怕我们以后 要对付她 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了 宫中六局 犹如朝中六部 数万宫女 岂能是容易控制的 我绝对不会让这个上宫之位 落入她的手中 难道 你想争夺上宫之位 这是我们宫女的城墙 岂能让人认一见她 何况 安乐公主 视我们宫女如眼中刺 所以她一定会让她的心腹 坐上这个上宫之位 孟芙 小夫最希望的 就是跟上官婉儿一样 由一个微不足道的宫女 变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女官 这样一个大好机会 她一定不会放过 看来如今 要想阻止她们的野心 就绝对不可以 让孟芙做上上宫之位 要让她有回头的机会 也只有如此了 不知有什么条件会选谁啊 孟芙你觉得呢 我也不知道 柴山宫能告老还乡 还是挺有福气的 柴山宫要走了 对啊 我也是 大家应该都知道 皇上体恤上宫年事已高 特准上宫告老还乡 但是上宫局不可一日无主 所以上宫准备在中宫女之中 挑选一位德才兼备 鼓刀热肠的宫女 来接任上宫之位 会选谁啊 会选谁啊 此次挑选呢 是在六局之内 不论老幼 能者局之 有道理啊 几十年来 我是看着你们 陆陆续续地进来 有的飞上了枝头 做了女官 或者是妃嫔 但是绝大多数 还是在孤寂中老死 此次 皇上能恩准我 离宫度过余生 也算是一种福分吧 当然了 你们还年轻啊 还想着往上爬的美好 自然也就不能理解 我的这种福分了 此次挑选 此次挑选 就是让你们猜一猜 这个盒子里 放着一件 什么重要的东西 那是什么啊 根本看不见里面的东西嘛 怎么可能猜得着啊 对啊 说得对啊 这个盒子也不想 可以往里面放的东西多着呢 这可让我们怎么猜啊 上宫大人 既然要让我们猜 不如给我们一点头绪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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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呢 就再给你们提示一点 这个盒子里放着它 那就是我们上宫局里 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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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肃静 我会给你们时间考虑的 下个月初十 你们把写好的答案给我送来 我会在初十那天 把盒子打开 如果谁猜对了 谁就是下任的上宫 真的吗 那我们都有机会 真是 好了 好了 回去吧 好好 参详参详 都回吧 回吧 五公 你们是什么呀 拆不住了 想不到你也会来这里凑热闹 以前这些事 你都会避而不及的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躲不了的祸 我 就唯有试试看了 看看挡不挡得了 你以为 你可以阻止我做上宫吗 近人事 听天命吧 听天命 天下若若强识 胜者为王才是真理 老天爷只管听 不管是的 是吗 我只知道 战战青天不可期 未曾动念已先知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 雨来迟 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 没错 世间善恶根本就是由人定出来 与老天爷无关 奴婢最讨厌的 就是那些常以君子自居的人 说得好 不管是哪个朝代的开国君主 都是从别人的手中 把江山夺过来的 什么才是天命 谁能稳坐在这个宝座上 谁就是天命 公主所言甚是 这一仗 你胜算如何 奴婢不知道 也不需要知道 我只知道这场仗 我一定要打赢 因为这是决定 奴婢命运最重要的时刻 本公主 本公主 最欣赏你的 就是你这不要命的坚持 这一仗 你一定要替我赢了 因为 我不想看到孟凡给赢了 奴婢知道 这也是奴婢不想见到的事 好 我和母后一定会替你想尽办法 给你找出 那个木盒子里藏的是什么 让你一定会赢 谢公主 不过你要知道 参选的不只是你一个人 如果有人跟你一样 猜中了答案的话 也会影响到你胜出的可能 所以你要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奴婢知道 奴婢一定会想尽办法 让那些不自量力的人 知难而退 我觉得谁当都好啊 只要对我们好就行 这在宫里早些已经传开了 我也听说过 你什么意思啊 你干嘛打人啊 这是什么地方 清宁宫啊 这是皇后娘年的地方 岂容你们在这里放肆 刚才说话的 又不止我们俩 我就是要教训你们俩 皇后娘年的地方 还敢放肆 就算是我们不对 你只不过是公主的天身奴婢 凭什么管到皇后娘娘的地方 皇后娘娘是国母 公主是皇女 皇女替皇后打理后宫之事 就像太子替皇上 处理国事一样 处理国事一样 我是公主的奴婢 帮主子排游解难 有何不可 皇后娘娘不喜欢的人 公主当然会替娘娘处理 幻上像我这样 听话的人 都明白了吗 做人要懂得分寸 就算是六局女官 不听话 也得卷铺盖走 你干嘛打人啊 皇后娘娘不喜欢的人 公主当然会替娘娘处理 幻上像我这样 听话的人 都明白了吗 孟凡姐 你刚刚怎么不说话呀 就算她是你妹妹 我也看不惯她 那么嚣张的气 对呀 娘娘不喜欢的人 不就是说禅上宫吗 公主会替娘娘 安排跟她一样听话的人 这分明就是想 让她来当上宫嘛 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还来参加比赛干嘛 不如趁早退出好了 就是 禅上宫最看重的 就是上宫局 最疼的 就是我们这些宫女 我相信 她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 上宫局 落入皇后娘娘的人手中的 话虽如此 可是如今 又有谁敢敢逆娘娘一死 去跟那个孟夫较劲 就算最后只剩我一个人 我也绝对不会让她得到上宫之位 好 孟凡姐 就算我们不参加比赛 也要帮孟凡姐赢得这一仗 传上宫说 那盒子里放着的 是上宫局里一样贵重的东西 上宫局呢 是掌管宫中明露的 我猜 可能是明露 明露又怎算贵重啊 上宫局还掌管宫中门阁管药 不 我猜啊 应该是管药 不 宫中管药 随时都可能用得上 如果放进了盒子里 那用的时候 该怎么办 哎呀 我们这样乱猜乱想 也不是个办法呀 这上宫局里的东西多了去了 我们又不知道 哪些才是珍贵的东西 哎 这最好的办法 就是去跟那里头的人打听打听 如果这样也可以的话 谁都会往里打听了 嗯 嗯 你们都在聊什么呢 参见上宫大人 起来吧 我跟其余四局女官已经约好了 要去探望一下柴上宫 这里的事情 你们好好帮我处理一下 柴上宫的伤势好一点了吗 伤在皮肉 应该没什么大碍 不过 皇上和皇后 要她告老还乡 可真是伤透了她的心啊 劳苦了大半生 却不让她在宫中终老 的确令人难受 不如让奴婢 陪同上仪大人 去探望柴上宫 以示我们后辈的关心跟尊重 嗯 我会想起来 你去探望柴上宫 你去探望柴上宫 柴上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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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得做什么 受了伤就应该休息嘛 哎呀 你们都来了 是啊 我们都来看望您哪 哎呀 吓我一跳 你们这一块都来 我还以为宫里发生什么大事了呢 来来来 坐坐坐 啊 好 啊 嗯 陈尚公 你的伤好点了吗 一天比一天好 每次一撒谎啊 一眼珠子 就往上翻 太医啊 已经把你的伤势 都告诉我们了 你呀 就是一头牛 只懂得耕耘 哎呀 我这头牛啊 也不中用了 很快啊 就会变成有手好 就会变成有手好 对社稷 没有贡献的废人了 哎呀 柴上公 这是每个人都必经的阶段 我们几个很快 就会布你的后尘了 其实啊 这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 这样 我们就可以实行 当年大家的约定了 什么约定啊 你忘了 当年我们不是约定好了吗 等到我们出宫以后啊 我们一起到江南去游玩的嘛 对对对 是啊 那都是十几年前的往事啊 不知不觉 我们在宫里头啊 差不多待了大半辈子了 我还记得 当年很喜欢江南的胭脂水粉 说到了江南一定去买的 他当年偷偷跟我说 说江南有一个算命的先生 特别灵验 有空去算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当上嫔妃 事到如今 这就不用补了 不不不 说不定等你出宫之后 还有机会呢 当年啊 好像咱们也这样约定过 是啊 那都是我们出进宫时候的事了 柴山公 这眼前最重要的 是把身体养好 我在原佛寺 帮你求了一个平安佛 这是我的 我也在空山寺 帮你请了一个平安佛 还有我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啊 谢谢 谢谢 这倒是不用了 不过呀 你得好好地报答我们的好意哦 是啊 你得赶快好起来 别让我们几个继续担心你啊 就是啊 老师呢 一定尽快好起来 不再让你们担心了 好 好 喝茶 喝茶 我进宫多年 却不知 原来你和几位大人情如姐妹 我跟柴山公 惠宁 和你早逝等月秀姑姑 进宫的日子都没差多少 那时候 于照 冯雷 张五位大人 还都没进宫呢 那你们可算老臣子了呢 对啊 他们比我们晚进宫十多年呢 那时候他们还年轻 很容易就结尾指教 不过 都是年少气盛 免不了互相竞争 不时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 不过还好 大多数都只是嘴皮子上征胜负 不会记恨在心的 只有冯雷两位大人误会比较深 幸好有你帮忙 终于化解了 幸好我在宫里头 也有一帮好姐妹 否则 在宫里的苦闷日子 还不知道要怎么度过呢 对了 云霞姑姑 你知道 为什么大家都要送佛像 给柴上公啊 当初是因为 柴上公不小心掉进了太野池中 以为没救了 幸好他抓住了太野池中的一根浮墓 得救上岸之后才看清 原来那是木雕的佛像 是送往护国天王寺途中丢失的 所以柴上公觉得一切都是佛祖保佑啊 所以从此变成新相佛 是啊 所以这次大家商议过 各自到各大寺院请来佛像 希望像上次一样保佑他平安 原来如此 那姑姑 你知不知道 上公局里 有什么比较贵重的佛像 怎么 你也想猜中盒中的东西 当上上公啊 没错 因为我不想 让小福坐上上公之位 不想让上公局落入皇后娘娘手中 是啊 这次皇后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好让我想想 我依稀记得有一尊佛像 是太上皇登基没多久的时候 赐给柴上公的 但 是一尊什么佛像 我却记不起来了 好 娘娘 孟思月带到 奴婢参见昭容娘娘 免礼 谢娘娘 孟凡 你今天来找我 是想要叙旧呢 还是另有所求 孟凡已经很多天 没有探望娘娘了 所以特来向娘娘请安 坐吧 那么久没来突然到访 应该是有所求吧 娘娘还是一样冰雪聪明 这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只是你不想瞒本宫罢了 说吧 敢问娘娘 太上皇刚登基时 有没有送过一尊佛像给柴上宫 真意外 原来你也有意问鼎上宫之位 太上皇曾经说过 只要大权在握 分手可杀万民 副手可救苍生 你想要拯救天下苍生 孟凡惭 孟凡自知没有这个本事 我只是想 阻止安乐公主继续作恶 不要走上不归路 别误他想 太上皇曾说过 你怀有他所讨厌的 一般人的人意道德 太上皇讨厌奴婢吗 没有啊 他很喜欢你啊 那时他还吩咐我 好好地照顾你呢 既然那时我已经答应了他 好吧 那今天我就帮你一把 谢娘娘 这位柴上公呢 他深得太上皇的恩宠 听说太上皇 还打造了金轮圣王 银轮圣王 铜轮圣王 铜轮圣王 和铁轮圣王 这四尊佛像 他把其中一尊佛像 送给了柴上公 那会是哪一尊佛像呢 此事我当时 并没有特别注意 所以详情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已经派人问过杜公公 当年太上皇 假借伪经大云经 说自己是菩萨 为了解救众生 下凡当人间君主 做转轮圣王 登基之初 曾经命令工匠 分别铸造了四尊金银铜铁 转轮圣王像 那么杜公公他知道 太上皇把哪尊佛像 赐给柴上公了吗 我不知道 杜公公说 他当年只看到了 金银铜三尊圣王像 而铁圣王像 却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说来 太上皇一早便把那尊佛像 赐给了柴上公 那么木盒里装的 应该是铁轮圣王像了 我也这样认为 奴婢知道了 奴婢这就回去准备 孟凡 万事小心 什么人 给我追 是 是 很好 你可以退下来 是 奴婢参见公主 免礼孟福 本宫已经给你查出来 木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了 真的吗 那是什么 是一尊有黑的铁轮圣王像 看来 孟福不会负公主所望 这场仗一定会打赢的 相信这一次 终于可以让孟凡 输得一败涂地了 好了 黎初师还有十几天时间 你就用这段日子 好好地准备一下 做你的上工吧 是 这套雅 此一天 你认识 说 准备人 这套雅 现在 authentic 有些人 他 这个奴婢 他 你 现在我就把答案告诉你们 把盒子抬上来 这什么事怎么那么多事啊 这个盒子里不是明明应该有